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夭夭姐姐 今天呢要來教大家 注音符號的O 那這個O呢 因為它是運符 所以呢我們在拼音的時候 這個O就只能放在下面喔 那我們一起來練習 O 爸爸媽 注音符號 巴巴媽 O 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學巴巴媽 O 海鷗 O O 小朋友有沒有看過海鷗呢 哇這個海鷗呢 它為什麼可以生長那麼好 是因為其實海鷗啊 它也是一種很兇猛的鳥類喔 海鷗很厲害 它什麼都可以吃 它呢不只是吃海鮮 不只是吃魚喔 甚至說呢 如果你在海港吃一吃 剩下來的豬育啊 只要不是太硬的 這個海鷗呢 也會幫忙把它吃掉喔 所以呢海鷗又有一個名稱叫做 海港青道夫 就代表說海鷗其實也是雜食性的鳥類 也可以幫忙你把一些吃不完的廚餘吃掉啊 所以呢有時候你如果這一桌吃不完了 你覺得哎呀怎麼辦 好浪費食物喔 又要手很麻煩 你就把海鷗叫過來 就給你吃吃光光 這樣子就乾淨囉 海鷗 歐 歐 歐 乳 乳 牛 歐 小朋友你們知道乳牛它最大的貢獻就是什麼 對 對 它替人類呢 帶來了牛奶 讓我們有牛奶可以喝對不對 而且呢牛奶很營養啊 還可以補充鈣質啊 那又可以做成各種各式的料理 那瑤瑤姐姐呢自己就很喜歡做香蕉牛奶 因為呢又香又甜又好喝 甚至還可以取代飲料 或者是呢 早餐你喝一杯香蕉牛奶 哇你就精神百倍囉 所以呢小朋友你喜歡喝牛奶嗎 喔如果你喜歡的話很好喔 那不喜歡的話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我剛剛說的香蕉牛奶 哇你用果汁去打一打 嗯喝起來心情也會變好喔 乳牛 牛 歐 小朋友你們的玩偶是什麼呢 喔有些人喜歡熊熊 小鴨鴨 小貓咪 各種不同的動物對不對 那有些人喜歡恐龍 甚至喜歡雞蛋造型 或者是拖鞋造型 或者是拖鞋造型 耐拼造型 耐拼造型 那時間都要記得拿去洗一洗 曬太陽喔 這樣子呢可以延長你們這個心愛的玩偶使用的旗線 也可以讓它變得乾乾淨淨的 喔才不會容易打噴嚏 喔才不會容易打噴嚏啊對不對 會引起過敏喔 玩偶 偶 偶 見走 走 走 喔 小朋友喜不喜歡見走呢 有沒有嘗試過見走啊 見走呢其實就是比走路再稍微加快一點 但是呢又不像跑步那麼的快 那見走呢其實對身體的健康也是一個很有幫助的小小的運動喔 那什麼時候的情況下會健走呢 就比如說你在趕時間的時候啊 你不想用跑的啊 那你就會走路走的比較快對不對 這時候如果你走路走的比較快 身體呢就會開始變熱變熱 哇這樣你就達到健走又運動的目的囉 那像有些人呢他在公園運動 他的膝蓋或者是腳踝可能會覺得說 啊哟跑步呢跑步可能對膝蓋或是腳踝的負擔有點大 或者是他有點受傷 覺得這樣子跑步可能會不太舒服 那他就會用健走的方式 所以呢現在健走也是很多人的運動項目之一囉 健走走歐 臭豆腐臭歐 大家有吃過臭豆腐嗎 哇那那個臭豆腐的味道 第一次聞的話可能會不太習慣喔 因為呢可能會覺得 這個味道怎麼跟我熟悉的味道不一樣啊 那是因為呢臭豆腐的味道比較強烈的關係 所以呢第一次嘗試臭豆腐的小朋友 可能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呢臭豆腐也是臺灣的美食之一 所以呢當你嘗試個幾次啊兩次三次之後 等你漸漸的習慣他的香味 你可能就會覺得他不叫臭豆腐喔 可能就叫做香豆腐了 那另外呢臭豆腐的另外一個好朋友就是 泡菜小黃瓜 哇那這個加在一起真的是美味喔 所以呢還不敢嘗試臭豆腐的小朋友 可以試試看 其實呢臭豆腐呢也是有它獨特的香味在喔 臭豆腐臭喔 朋友有喔 小朋友你們最好的朋友是誰呢 那你會不會很喜歡跟他分享你最喜歡的東西 會啊因為是最好的朋友啊 而且呢好會跟他講小秘密對不對 哇所以呢擁有好朋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因為呢你就不用把一些事擺在心裡面 你就可以哇我今天覺得心情悶悶的 或者是我的心情不好 或者是呢受到了什麼委屈還是讓你生氣的事情 你都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那不管是傷心的或者是快樂的 跟好朋友分享也會讓你的心情越來越好喔 所以啊沒事的時候我們再多交一些好朋友啊 那大家呢就可以約出去玩啊 到這邊逛逛街 去那邊吃吃東西 哇所以呢這樣人生就充滿了快樂 很棒喔 朋友有喔 好啦我們今天呢交了那麼多 小朋友有記住幾個了呢 哇相信大家都很厲害喔 應該不會忘記的太快 那我們就交到這邊囉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